義大利是歐洲武漢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日本全國超過50家業者申請破產 南韓驚爆教會群聚感染 全英國繼續禁毒 因為人命關天富榮冒險 今天都是不辛苦的孩子 當世界各地都在這波武漢肺炎疫情中淪陷 台灣這塊土地 有人默默地站在前線 嚴格把關攔阻病毒 他們知道自己可能身處險境 但仍選擇向前 也有人在你看不見的地方 為後勤做好補給穩定軍心 為我們變得勇敢 為家人和大家的家人努力 他們是你的防疫英雄 而你也可以是他們的後盾 保護好自己 讓他們專心保護更需要幫助的人 一起守護台灣 一起做台灣的防疫英雄 人們會要做台灣的警察